是 yuki 跟板牙你选一个现在 板牙你先说一下是痘痘 是在你考虑的类型里 构思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 我师父 艺术家不都这样吗 然后这个故事的构思 真的是所有四川趴耳朵男人的 平行世界 那这件事情 再问问程旋队长了 我觉得我怕耳朵的方法有点不同 在吃饭的时候明明不会吃辣 然后就是硬吃辣 我有过这个 对 我也是体炼到了这个辣 我现在吃辣不怕 然后我看得很过瘾 我看得出来你们两个人的这些小细节 设计在里头的 包括最后yuki有一个很老婆的一个样子就出来 把耳朵揪出来 看得很有趣 你的杂质回家了 我觉得很好 从整体的编排 然后到音乐都非常的好 在桌上点菜的那个细节 我也觉得很好 什么加一个怎么样 这些很细节 然后再到道具的运用 也是一层一层的叠加 先三个人跳 然后到后来出了一堆人给你做面 然后在上面 每一层都是一直在叠加叠加往上往上走的这个氛围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惊喜 我挺喜欢的 嗯 我在想要说什么 你们那个走瓶 Buster版 这样对吧 我觉得把这个地狱的特色表现的很明确 然后舞台的调度都很好 包括这个道具的使用都是很巧妙的 但我还期待还有更甜的一个 更甜一点 多甜呢 啊 哈哈 我也不知道 是啊 你看那个逗逗他们跳爱情就那样 嗯 腼腆一点挺好的 挺好的哈 好好好 我们问一下大迪 你觉得人家这个爱情你你也 哎我突然想起来 你跟那谁怎么样了 你跟那个alisa 都没机会了 不是在一组都不在一组了 都不在一组了 这么快的分手了 哈哈 大迪刚才听到就是 没机会的时候 他整个现在眼睛里面全是泪花 好大师团点评一下 我很喜欢这个作品 因为整个结构和设计就是 就像一博队长说的一样 它是一层一层往上走的 就不会让我觉得它是太断开的 然后哎对板牙 为什么你不去竞选一下这个队的女一号啊 哎好问题 对吧 我就喜欢这种问题 对 对 他不跟Yoki抢一下 还是要问豆豆 还是要问豆豆 豆豆如果是Yoki跟板牙 你选一个现在 加油 加油 板牙你先说一下 就是豆豆 是在你考虑的类型里吗 哎呀 就是舞蹈的搭档的类型 呃 没有主要是他们两个 呃比较 比较 比较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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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 我知道因为他们俩都是跳locking的吗 对不对更容易卖 就是叫Lucky的 就比较玩得来 比得很羞 很羞 对吧 套套CC 这是一对编爱情故事的大师 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是我跟CC 如果去表达这一段的话 可能我们会在中间的某个地方 会加一个他亲我脸 这样的一个动作 大哥 你俩是夫妻 他们就认识三个月 对 所以我想说 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爱表现得很好 因为这个就是年轻人 青涩的爱 对 你说不定哪天 Yuki也希望你能够成为那个穿鱼媳妇